国美U9深度评测下节目 国美U9搭载全面升级之后的JOMVOS 3.0 整体UI设计较为火锅十分耐看 同时加上JOMVOS 3.0种种独特降薪的功能 也为国美U9增测不少 由于搭载了面部试验 国美U9还升级了FaceMe 简单的来说此项功能 国美U9可以通过人类识别 给予我们全方位的安全保护 锁定查看 在图库和微信下如果被别人拿到手机 那我们的隐私就会暴露无遗 通过FaceMe 3.0可以将单图多图限定 启动锁定查看功能 这样在他人查阅手机时 就可以通过只查看限定内容 而机主可以通过机器的人脸视频后 自由的查看手机内容 有效防止他人乱翻我们的手机 说到AI不得不提的就是一名助手 这也是我们最为直观触手的AI操作了 国美U9的人工智能力助手 叫做小美同学通过我们可以长按机身 左侧的ME KEY键 呼出小美同学 实际测试下来小美同学的识别率和紫确率都非常高 无论是查询天气还是发送微信乃至换出支付保护款 小美同学都能够轻松硬朵 国美U9后世1200万加500万像素的双摄 双彩色镜头专业双摄虚化 背景虚化能力更强 支持DF相位聚焦 拥有1.25微米大像素F.8大光圈 前置1600像素F2.0大光圈 同时还支持AI智慧开招算法 可以智能合成2.0微米的大像素 在暗光环境下提升性光量 灭拍也足够的清晰 从样张来看 国美U9在室外环境下的色彩还原不为准确 就是面对强光也没有对拍摄物体的鲜艳色彩也不少阻斜 而是将物体的颜色准确的给还原了出来 在室内复杂光线情况下 国美U9保持了西家的白平衡 没有出现天色问题 同时在暗光环境下曝光控制也不为准确 没有出现过曝或者过暗的情况 性能方面 国美U9搭配的是电话科MT6763T8核处理器 单核最高主属为2.5G核资 这款处理器搭配的是多元承感器功能 包括PGF相位对焦 微处理器 快速自动曝光技术 以及反过度曝光硬件 以及精准聚焦功能 我们实测 国美U9的安兔兔可达到93805分 跑分并不能代表性能 我们上实际测试一下国美U9的游戏表现 选择热门游戏王者荣耀 并开启保持率模式 实际前发现国美U9可以保持在60F的帧率 同时长期游戏机身也没有明显发热 需要方面 国美U9的电通量是3160mAh 说实话这个电通量放到当今的手机市场上 并不算大 我对它的续航能力有点担忧 通过测试发现国美U9剩余46%的电量 虽然电通量不高 但续航能力十分出色 即使对比起电地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产品 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足够支撑我们一天的速度使用 总结 到底什么才是我所需要的呢 和到底什么才是我们给消费者的 这两个问题营绕在消费者和手机厂商心头 基于这两个思考 国美找到了手机发展的趋势和自己标准的路线 安全三重生物识别 FaceMe 3.0要12等功能 使得手机真正为我们所用 不再受到外部所影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美悠久深度评测 下集